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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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大家常常會來信 問我究竟他應該用什麼產品 或者買什麼產品 例如如果頭髮太刀很容易刀 塗什麼會鬆一點 油性皮膚的朋友應該用什麼洗臉 又或者臉皮脫皮 應該塗什麼好呢等等等等 所以這次就聯同了Better Me 利用男生護膚化妝的技巧 教大家不同性質的皮膚 或者頭髮應該用什麼產品 大家就可以用最少的價錢 買到自己適合的產品 今集就跟大家講一下 油立化質的頭髮造型五步曲 究竟油立化質究竟有什麼特性 我們一起分析一下 你看到頭髮也是非常多 頭髮是很亮亮的 還有當大家遮瑕頭的時間 可能遮瑕不夠十分鐘 頭髮就已經塌下來 未試不到一天的 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呢 立即一起看看 油立頭髮最好用一些 可以平衡到頭皮的洗戶產品 洗頭之前最好濕掉整個頭髮 然後一支大約8mm分量的沙頭水 在手上稀釋之後 就可以塗上整個頭髮了 還有頭頂之外 記得耳背、髮腳這些位置 都要塗均勻 45秒之後我們用清水過水就可以了 最後我們可以用毛巾輕輕地抹乾它 今次我們不會用護髮素 我們會直接用頭皮保濕型 跟皮膚一樣 如果頭皮水分太乾的話 它都會比較容易出油 導致你頭髮會比較油 頭皮比較油 所以可以在頭皮上做一些保濕 可以平衡的油脂分泌 像芥坑一樣 慢慢擠在頭皮上 然後用手指在頭皮上按摩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在額頭位置 慢慢用把木梳向後梳 除了令到打擊的頭髮分開之外 也可以做到頭皮按摩 促進血液循環 梳好之後 我就會噴上這隻 雅致層次感的打底造型噴霧 用手指慢慢抓均勻 就可以了 把頭髮撥完後面之後 就可以用風筒慢慢吹乾後面的頭髮 除了左右撥之外 也可以用手指慢慢抓均勻 然後用風嘴吹乾根部的位置 放下來那條頭髮就很快乾了 吹乾後面之後就到吹中間位置 手勢都是一樣的 好像這樣抓均勻 然後吹吹吹 然後放下來 當頭頂中間的位置都鬆的話 整個頭髮看上去就很有立體感 吹至八成乾後 我就會用風筒教指凍風 然後全頭用手指不斷勺勻 再吹多一次 除了令到頭髮健康些之外 亦都可以做到控油和減少頭油的產生 下一步我會用粟米夾 把頭頂頭髮的根部全部夾鬆 在頭頂位置拉高一扭頭髮 然後把粟米夾放在根部 夾一秒鐘之後我會向後曲 然後再放回手 那條頭髮就會有自然向後屈曲的效果 大家穿一個套布就沒那麼容易搭 整個頭髮建議夾八至十扭度就足夠了 有立頭髮最好就用一些雅指的髮例 在手掌上擦勻之後 我們就可以慢慢插上頭道 插的方法全部都是用手指向後抓開 那你就可以慢慢把所有頭髮都均勻到沾滿 用的力度最好就輕輕好像梳頭一樣 拉一些層次出來 頭頂儘量拉鬆 而兩邊側邊就儘量梳貼 全頭噴上一個雅式的Handspray 那就打功告成了 以上就是油立髮質的頭髮護理造型技巧 希望也可以幫到油立髮質的你 Betterme的網站裏面有齊油立髮質的頭髮造型產品 如果需要的話也可以去到Betterme.Asia購買 如果大家還有頭髮造型問題想問的話 歡迎到留言留言告訴我 希望可以盡快解答到大家 最後要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Facebook Instagram和YouTube再見 拜拜 Q&A時間又到了 今集的問題就是問 如果平時的頭油很多 除了洗油水滑化素可以解決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呢 給大家想想三秒時間 3 2 1 答案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些頭皮的treatment 影片上面很多地方也可以幫大家做到一些毛囊清潔 又或者可以減少頭油的treatment 是可以給大家做的 很多salon或者頭髮造型中心也可以幫大家做 頭油減少了 自然脫髮的機會又會少些 頭髮造型也可以多些 Me The Anatomy